米卡看世界 把食物搬回家 米卡 你在看什么呢 爸爸 你看 小蜜蜂 小心 不要离小蜜蜂太近 可是 我想听到它们在干什么 哈哈 它们呀 在采花粉 蜜蜂的后腿长满了又厚又长的绒毛 就像个花粉篮 能把花粉粘住 它把花蜜与花粉和在一起 揉成一个小小的花粉团 装进花粉篮里 然后 然后就能带回家 没错 带回家 哦 小蜜蜂回家啦 小蜜蜂真聪明 谁也没有它的办法好 那可不一定哦 其他昆虫搬食物的时候也有别的好办法 不信我们来找找看吧 好 哦 这是什么昆虫啊 它的名字叫史克狼 它推的是糞球吗 好脏哦 哈哈哈 史克狼可不怕脏哦 糞便是史克狼的食物 有时 史克狼会遇到比自己大很多的糞便 它就把糞便做成一个个小球 滚啊滚 滚啊滚 很快就到家了 哇 史克狼真棒啊 是啊 但是最会搬运食物的大力士还不是它 那是谁呀 瞧 就是它们 小蚂蚁 不可能 蚂蚁这么小 怎么是大力士呢 蚂蚁虽然小 力气却大得惊人 科学家发现 一只蚂蚁能举起四百只蚂蚁的重量 哇 蚂蚁太厉害了 小蚂蚁不仅力气大 还懂得合作呢 如果它遇到很大的食物 就会找到同伴 碰碰触脚 告诉大家自己需要帮助 同伴们就会一起来帮忙了 小蚂蚁加油 小蚂蚁加油 加油 耶 成功了 米卡 小蚂蚁回家吃饭了 我们也回家吃饭 好不好啊 好 我都饿了 来 帮爸爸把这些好吃的搬回家吧 好嘞 哈哈 哈尔案 ери针